105年7月12號 被解剖 不是離職 被解剖 這一份就是我的 強制執行申請的一件事 繼續 勞中部105年度 勞強制第35號案的裁決書正版 我自給過算到現在去十八萬五 要三十萬 利息的保護還不算 這個真的要跟你們好好介紹 就這四條 因為這我們士林地方考驗他有清楚 清楚寫明 確認相對人於105年7月12號 解剖申請人之行為 過程公會法第35條第一項第一管及第五管 不當勞動行為 第二樣 確認相對人於105年7月12日 解剖申請人之行為無效 相對人因至本裁決決定書 送達日七七日內 配付申請人於相對人莊東所駕駛員之原職位 及新台幣47094元之原新 相對人因至105年7月13日起 至申請人負職日值 按月於次月5日起付申請人請 新資新台幣47094元 即至每月發新日之 易日起至清掌日值 按年期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這完完全全 沒有造假 因為勞動全世界會是我自己創立的 去年就已經創立了 你家裡到了物流 我都知道 我當初我要曹主公會的時候 他都知道 有這個組就知道 花字眼看起來是一切也多喜好 這間是在美混合 下看著一尾 城堅賞 橘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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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逼迫我啊 就是我要跟他處理台北那一條啊 就和解到台北那一條而已啊 那勞動部完全今天有跟我講啊 騙我兩條鞋子一條跟有人這個鞋子 騙我兩條鞋子一條啊 騙我兩條鞋子一條啊 這條是什麼時候鞋子 你現在要怎麼做 從今年二月到現在啊 你現在有貼自動的嗎 你自己對簽自動的臨時有什麼 不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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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覺 那上面就已經給我寫了 人人法道通知單給我說 叫我二月五號 什麼薪資什麼都要近 然後 叫我 譬如說今年的1月26日起,臺灣這次罷到要給我薪資叫我放心啊 完全都他講的 你簽的自動離職書是2月20號 這個是去簽的喔 剛剛都已經看到有公布啦 對啊 他2月17號他還給我 先給我告我確認雇用關係不存在耶 所以你2月20號簽的那個名字是你個人簽的是不是 對啊,我就是只有簽台北地方法院的部分而已 也沒有簽,然後斷布這個啊 跟公司簽的吧 應該跟家裡大人簽的 對啊 你跟公司簽是公的一起的 我現在又是太陽邀請做 那拉斷布的部分他根本沒有跟我處理啊 我拆拳打贏他完全沒有處理這一條啊 所以你覺得現在你還看家裡大人還是有資料 不然關係就算不在的,因為又欠我錢啊 他簽你什麼錢 薪水丟利息啊 他到幾月他留的薪資 從2月2月開始啦 因為我負負負負負負負責 其實他就是最喜歡我這樣耶 那是你2月自己簽的離職單2月20號簽的離職嗎 對啊 那你簽了 簽了離職,只好還在叫公司付錢 這個會不會有點 那個都是因為他怎麼樣 因為他用訴訟程序去擋住他所謂的裁局 那可是你不是自動都簽離職嗎 如果有訴訟的話你應該不要簽啊 就是因為他欠我那些錢啊 當初因為沒錢跟公司簽了 和解嘛對不對 但是裡面有一些保密條款 事後公司做外公布引起你現在的極度不滿 是不是這樣 對,超級不滿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不會選團啊 說我拿錢走人啊 很難聽啊 那請問這個人有違背和解的內容 說什麼就有說啊 不可以說什麼 美國的我們站所裡面的人 開箱都沒有說我拿多少啊 那這個不會負責 因為你本來說他 金鎮也都不可以說啊 有簽合改也都不可以說啊 可是現在我們現在是一個營業的掌索 我們的發道 道索為什麼 早上是雙口給客戶 已經延遲到被送給客戶的貨件 我希望這位先生這位大哥 要訴求沒有關係 照正常管道走沒有關係 畢竟這邊是一個營業事業單位 我叫大龍服務了13年 我講能聽一點啦 大龍幫助我很多啦 家裡大龍進來以後 福利更好 這怎麼講 個人的問題啊 個人觀感的問題啊 也是個人心態的問題啊 所以不好意思 會不會你記者先生 我會叫這位先生 真先生 沒關係 照正常管道只可以啦 那營業事業單位這樣子貼 真是要不得啊 公司有公司的形象啊 公司有公司有公司的形象啊 要慢慢那裡啊 大老師這邊啊 你聽到嗎 不夠懶 這都是我們同事啊 大家都是非常支持的家裡大龍物流的啊 是不是啊 不能少數人的意見 搞成這個樣子啊 公司就不用開啦 我講難聽一點 家裡集團收起來的話 台灣員工啊 四千多個人 家庭加起來多少人啊 都沒有工作啦 是不是 大家每天在抗爭就好啦 我抗議就有錢拿啦 是不是 要這個樣子 照正常管道來 照正常管道來 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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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家裡大龍 加油 家裡大龍 加油 家裡大龍 加油